警方漏夜征讯连夜把涉嫌弩人的三名男子带回警局 苗栗28岁灵性女子18号在苗栗是被掳走 初步了解呢 险份是因为灵性女子欠下30万的赌博电玩债务 境界用有人车辆悬挂失窃车牌 前往苗栗把人掳走 一天晚上呢就到嘉义的一处公寮 第二天发现事情闹大了 才是帮女子自行搭车回苗栗 警方巡线追查呢 得知她从嘉义搭计程车北返出动警力拦查 在这里呢我们也重新整理一下案情 18号下午灵性女子在穿越马路的时候 走向停车处准备开车离去 埋伏在旁边的男子 伙同一旁在白色车辆下车的另一名男子 抢开车门把灵性女子拉出来 压进白色自小客车后掳走 家属相当紧张 调阅监视器po网斜巡 警方介入调查将灵性女子平安接回